欢迎收看高院见时刻 北剑在今天下午五点以前 已经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抗告 而这个抗告 高院会不会发回更审 发回更审之后 这个事情会不会有新的一个发展 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是不是这个收压境界的这个过程 他要重新来过一遍 但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彭正森 今天北剑也同时 借题了沈静津 彭正森 应小微 以及吴说明 中间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彭正森 因为按照定院 地院昨天的那个裁定 非常清楚的 金华城他就是一个弊案 而且金华城给予这个 所谓的容金的过程里面 已经都有违法的过程 你有预设立场 你有违反意识规则 而且你无视委员的反对意见 今天也有学者专家讲 他已经三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结果到了第四次以后 他就不被续聘了 他就不能与会了 然后这件事情就青州已过万重山 所以现在种种的证据都认为 金华城是个弊案 而且金华城不但涉及土利 他现在还有以职务行使 这所谓的收费罪 这是十年以上无期徒刑的重罪 彭正森他能担吗 彭正森当然现在他想推给下面 他推得了吗 如果他推不了 他面对的不是五年以上的重刑 他面对的是十年以上的重刑 十年以上的重刑 他现在已经七十一岁 七十一岁 他未来如果面临牢狱之灾 他有生之年 还能够重见天日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起来 别人在大方首帝的财经专家 黄州松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 电视报的总长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自身媒体的杨维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民党的台北市员简朱培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身媒体的吕玉峰 大家好 第一位是 自身媒体的王毅德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自身媒体的赵宇轩 大家好 好 首 刚刚讲 今天北检终于提出抗告了 北检在今天下午点钟 提出抗告 看到高院明天如何的采递 但关键是 我在提出抗告的时候 我居然去找了沈七金 我找了彭震生 我找了英小威 我找了吴顺明 最关键的就是彭震生 他是里面的关键人物 而且彭震生今天 他居然学科并一样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赌部专业 我不是这个所谓的 肚子计划专业 我不懂这个所谓的容积率 对 他全部都推给下属 你说 现在北检感觉上 他要形成一个气氛 让这些人 彼此互咬 王姐 目前一个重要的字就是说 咬 互咬 看谁能够咬出 真正重要的这个 重要的重点人物 为什么这样说 五点的时候呢 北检已经提出了这个抗告 抗告这个 当然还要走到他的流程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呢 北检相关人员呢 到了这个看守所 去借题了 沈七金 彭震生 还有应小威 还有吴顺明 四个人 然后四个人的时候 宝姐 他这次是 北检人员到看守所去 然后呢 他们四个人就在不同的地方 那听说他们就开始 到看守所去 对 没错 然后他们不知道 先提出了谁 他们彼此都不知道 谁被先提借出来 再来就说 他们问A 问A是一个问题 问B是个问题 让他们之间 彼此之间的 互相结问 互相对他们彼此之间的答案 彼此之间的答案说 企图用很多个房间 这样的方式来营造 让看他们讲的话 谁有漏洞 还是说谁的新访 先破了之后呢 谁愿意攻出 真正的这个真相 而且您就知道 现在台北地方法院 昨天的裁定 虽然柯文哲 他是无宝请回 无宝请回 但是刚刚讲 金华城 他是一个弊案 金华城是弊案 而且有重大大量的 金钱跟汇款 金钱汇款 刚刚讲的 沈金金跟易小威 两个人如果 今天被事发金钱 就代表 你们现在几乎 有行贿的事实 跟行贿的可能 有行贿的事实 跟行贿的可能 谁收贿 现在彭正真很清楚 你就是都委会的主委 所有的案子 都是由你主持的 你跑不了 跑不了以后 中间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吴岁明 所以刚刚讲 金流有个行贿的 有一个收贿的 有一个在中间穿梭的 这几个人 竟然这四个人 就被北柬 串起来了 没错 事实上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资干 保险 主席来看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四个人来说话 金流有关的是硬小卫 跟这个沈金金 然后吴顺明是负责 跟北市府接洽对口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然后彭正真是 这里面的上层关系 好 你只要这几个人 认了一个人突破的话 这可能整个拼图 会完全非常完整 也就是说 他们只要把中间 缺掉的那几个人 把他补起来 那些关键的证词 出现了之后 可能整个这个图形 会非常非常的明确 所以现在就重点就是 想要那样之间 彼此互咬 形成一种所谓的 经济学校 然后囚犯的两难的局面的时候 他或许会说出真正的真相 特别是彭正森 保杰彭正森的时候 他今天也提出了抗告 他提出抗告是说什么 诶 这个柯文哲说他不知道 他就可以过关了 我现在也是跟 柯文哲一模一样 他都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懂都市计划 我是这个土木的专业 然后同时之间 他说这可能是 他也咬出了这个少秀佩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们彼此之间都互推责任 那北检当然是希望说 透过他们互咬的关系 看能不能找出真正 最后一块拼图 好 现在当然这几个人 全部都打出 我说无罪的官司 我没有罪 我没有罪我当然不承认错误 不承认错误 我当然没讲说 我没有任何的行贿跟受贿 我也没有任何违法的状况 可是我已经讲到 按照地院已经讲到 今天你彭正森 刚刚讲到 你彭正森已经 你说你是依法行政 但是很清楚的 你已经有预设立场 你已经违反意思规则 你已经无视委员的反对意见 甚至你还指定 不支持金华城的人 进到这个委员会里面 今天彭正森 你的图立罪 你根本跑不了了 那跑不了以外 沈庆金跟易小回之间 你那四千多万的钱 怎么流动的 这里还有上一的钱 怎么流动的 这个流动只要勾击出来 彭正森刚刚讲到的 不是只有图立罪 他还要面临十年以上 到无期徒刑的重罪了 对 没错 这里面来说的话 彭正森的角色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宝姐 因为他是主持 主持这个整个非常多的 盖章的最后的人之一 好 他说 他现在说我不懂 他现在把他推给这个少秀沛 那想说少秀沛呢 宝姐现在就要看他 顶不顶得住 他到底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今天柯P 他出来讲话 宝姐 他也是推给这个少秀沛 他们相关的人员 为什么 他说真的不知道 金华城容积率848 他说我现在当然知道 但是都在进入都委会之后 你去找记录 我从来没有参与 你看他讲都委会 也就是说他认为责任不在他 是在都委会那几个人 都委会那几个人是谁 不就是少秀沛 还有这个彭政生他们这些 所以他现在一推256 而且我觉得柯文哲 他还故意讲什么 我要帮少秀沛说个话 所有该过章人 都要负相关的责任嘛 他还帮少秀沛去推一推 但是宝姐 他推 他现在就是推给 要么就是彭政生 要么就是少秀沛 非常非常明确 非常清楚就是 现在彭政生已经受不了了 彭政生已经受不了了 彭政生开始要咬人了 当然彭政生现在还没有咬柯文哲 因为他要打得无罪官司 我如果咬了柯文哲 就代表我是有罪的 柯文哲是命 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实 所以我现在不能咬柯文哲 我如果不咬柯文哲 我要打无罪官司 我真的是咬谁 我真的是咬少秀沛 可是我如果咬少秀沛 少秀沛回咬回来 这个局就会崩掉 所以你就看到今天非常微妙事 柯文哲其实智商是157 他绝对不是507 他非常的聪明 所以他知道今天 今天的重点 第一个破口就是彭政生 第二个破口就是少秀沛 所以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今天别人问东 他突然打西 然后就突然帮少秀沛讲话 他现在最重要就是 他要安抚少秀沛的情绪 他要防止少秀沛反弹反耀 对没错 宝贤你讲到重点的 为什么 第一个这个案件 昨天这个地方 你跟你说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弊案 而且牵涉的这个贿赂金 非常庞大 宝贤如果照你说 如果你是个北市前市长 你完全没有罪的时候 你应该说他们在搞什么 这到底每个人都有罪啊 他现在反而在帮他讲 对 所以这个你不觉得 这个很奇怪吗 所以他在帮 可能疑似是重大的嫌疑人 在讲话 那是什么意思 安抚 不要讲太多话出来 所以现在为什么 因为彭政生看起来的话 他有可能会是第一张 倒下的骨牌 宝贤为什么吗 越来越受不了了 因为他身体不好啊 宝贤 他今天不是提出抗告吗 为什么提出抗告 宝贤 听说他在进去这个 这个看守所 他说什么 我就没收钱啊 对不对 我是按照柯文哲的这个指示办理的 murmur的非常多序 然后他进去的时候 那以他目前为止 宝贤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然后目前为止 他前一阵子的这个低血纳的这个关系 还这个 这个所以 这个 选顺到一半的时候 他还去就医啊 他身体非常不好啊 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 宝贤 如果现在按照 我们目前为止 知道的所有的罪状来说的话 一个 土利罪 另外是贪污罪 宝贤 他有可能会被关到无奇徒刑 他现在他不是余文 余文很年轻 关了他可以出来 他如果 七十一岁了 他如果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来说的话 他恐怕 就是可能终身都要坐在牢里面 那坐在牢里面他怎么办 他现在当然想的是 我先无罪脱身 但是万一我没办法无罪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我就只有往上咬 咬出那个重要关键人物嘛 他已经闷闷了那么久 就是柯文哲啊 所以说 他是跟柯文哲同时聆听 这个收押禁件 到底有没有过 结果他被收押禁件 柯文哲被无保释回 他就直接站在当场 傻作的事 为什么是我被收押 所以你看 事实上柯文哲当然他有看到嘛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知道 目前为止 彭震生这一张是骨牌 是摇摇欲碎 虽然现在 他今天在说 这个完全是都委会啦 送到都委会的时候 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个局面 好 他这样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想 他今天突然讲出少秀配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看起来的话 你看 现在彭震生也开始往下推 咬下去了 往下咬 所以你看 事实上现在他们就是互相在推责任 在这个看守所四个人 是希望他们能够互咬 但现在呢 彭震生是先把牌丢给了下面 然后呢 这个目前为止 柯文哲也是先把牌丢给了都委会 跟丢给了少秀配他们这些人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里面只要有一张骨牌 倒下去的时候 这个整个蓝图 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彭震生 你说今天 北京做了一个大动作 除了在5点以前提出抗抗失败 还特别 跑到台北看守所 跑到台北看守所 去借提了沈静晶 彭震生 映晓慧跟吴孙明 你说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寻常 因为检察官 你是大人耶 要来你就来 要把你叫来就来 没有 检察官特别跑到台北看守所 然后刚刚讲的分四个地方 跟沈静晶 彭震生 映晓慧 吴孙明 四个人同时不同的约谈 约谈完了以后 今天的抗抗就赶在5点以前 送到地院了 对 北京把柯文哲申请积压 最后竟然是被五宝赐回 不管是五宝前还是五宝赐回 反正连中宝的情况都没有 所以你看北检现在来讲 头部门在烧 所以其实过去来讲的话 你知道吗 抗告十天 你十天之内完成抗告 把抗告书丢还给北院 北院就会把他送去高院 那你就完成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赶在下班 5点是什么意思 5点就是你收件的最后日子 你说赶在今天非常不可 对 下班以前一定要送去 所以在今天来讲压力的话 大家一直给北检 你什么时候要抗告 甚至还有人问说 你们抗告书是不是写不出来 你想想看北检这个压力有多大 所以今天来讲 没有办法等他们搭球车过来了 干脆就冲去北索 冲去北索 冲去北索 赶快去问啊 沈信金 彭正生 易小卫 吴顺敏 现在这些人 再重新做一次笔录 再重新询问一次 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如果这四个人里面 没有人搅软的话 那今天5点的那个抗告书 交不出去的 恐怕交不出去 因为来讲 第一个你已经被打一巴掌了 你从申请积压 升压到吴保请回 如果这次来讲 高院把你博掉 哇 北检的压力会有多大 所以呢已经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等球车了 不再等球车的这个班次了 干脆直接去问 但是这其中来讲的话 彭正生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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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次 吴董昨天讲了一个重点 你还在外面的时候 你跟律师讨论的都是刑期的问题 我们要做什么 无罪答辩 为什么呢 因为来讲的话 土历5年以上 违反职务的贪污治罪 10年以上 这次到无期徒刑 所以呢你在进去之前 你想的都是 叮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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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进去关 可是当沈静晋 彭正生是 易小卫无罪云被积压了之后呢 你在这种天气 你进去看守所之后呢 你脑袋只剩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 拼交宝 赶快出来 兄弟先让我出去再说啊 这些人喔 非副集贵副市长集团的主席 台北市议员 以前的副总工程师 这些人不能关的 为什么 他们受不了 不能关的 所以呢再给他们 一次机会 这日子很难过的 很难过 而且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你每天就提到一件事情 律师赶快来 律师赶快来 可是律师来 绿界吹冷气 只有几分钟 25分钟 25分钟结束 你又要回去了 所以呢 前面来讲 现在我们不会脚软的 一进去之后呢 大家拼了什么 第一个脚软 特别这两天这么热 对 这两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呢 你脚软的情况之外 你才会有 检察官对你来讲才有意义 彭正森现在来讲 他最尴尬的情况 因为他都是无罪的抗辩 无罪的抗辩 如果你要去咬柯文哲 那你就必须要变成有罪的抗辩 所以呢 现在来讲 彭正森就想说 哇 柯文哲那个竟然说 我都不知道 笨虽然可恥 但是有用 我就学他来拼拼看 可是对沈静晶 对应小微 对吴顺民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难免一条了 他们的 包括沈静晶跟应小微的 金流已经被勾击到了 对 他们两个现在就是 囚徒的困境了 谁能够第一个举手 选我选我选我 因为他们两个 检察官只要一个 只有一个污点 对 检察官只需要一个 你说 沈静晶跟应小微 跑不掉了 对 因为你们两个已经有金钱了 而且有上亿的金钱 虽然沈静晶讲说 我那个是做公益 可是那个金流勾金里面 没有一块钱 是拿去做公益的 对 所以沈静晶跟应小微来讲 今天在 在检察官的讯问来讲的话 他们只有一个选择 先举手 你先举手 你才可以得到 检察官的这一个青睐 你才有办法 变污点这人 他们两个已经跑不掉了 至于吴顺民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已经被巩固到了 因为在这种 行贿案件里面 他们等于是左右手 他们是出力的人 出力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因为你跑来跑去 到处张罗 你根本就留下 太多的一个激震了 那至于彭震生 我觉得他今天来讲 他自己也提出了抗告 但是他的抗告 有没有效 我觉得恐怕难度很高 如果他抗告无效的话 那他就会变成 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情况了 到底要不要变成 有罪答辩 因为过去来讲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第一个不好关 第二个 等在你前面的这一个 是什么 十年以上 五期徒刑 这个罪太重太重了 所以对彭震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的压力 应该是非常大 而且刚刚讲 地医院其实对彭震生 非常不利 地医院如果看到这篇 彭震生一定知道吧 你有预设立场 你违反一支规则 你无视委员的反对意见 甚至 你还找了没有经验的人 担任专业小组的召集人 更不用讲 所图利益跟贿赂金为大 这等于说 等在彭震生之前的 有一个五年基本起跳 再加上十年以上 加总起来你二十年 二十年就算是关十年 你现在七十一岁 你八十一岁才出得来 对 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昨天 讲过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相对剥夺改 他彭震生跟柯文哲 两个都是什么 都是北检贪污治罪条例的被告 一起送到北院 结果怎么一个是五保 一个是鸡鸭 你想彭震生 他受得了吗 而且其实对彭震生来讲 如果他真的 真的 真的 我们特别外部讲 他真的没有收钱的话 他可以拼的 为什么 涂力是五年啊 如果我先举手 老师 检察官选我选我选我 两年 二分之一就是两年半 你在法院那个地方 在争取一个法官的一个同情 你有机会捡到免压的 所以 现在对彭震生 你要先咬才有机会 瑞大 当一个人 被告进到了看守所 那个心情真的完全不一样吗 今天北检 在这个五点提出抗告的时候 居然同时 直接跑到了看守所 沈静津 彭震生 郁晓威 吴岁民 借敌了四个人 四个人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真的 今天会有结果 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抗告吗 还有 中间那个最关键的人物 真的就是彭震生 而且彭震生已经往下咬了 那么 宝杰 我是跑社会新闻的 我举社会新闻的 枪击案为例好了 黑道大哥 那么开了枪了以后 大哥二哥都被警方抓到了 刑警问案 问你的枪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 枪是谁给的 我不知道 谁开了枪 我不知道 那枪为什么在你们两个手上 我可以很负责的人告诉大家 我不知道 那你认为说 这不知道的人会怎么样 马上就会被申请收押 收押禁件 很简单 因为现在包括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跟听说今天 那么前副市长彭震生 也要用我不知道的这样的方式 给把这个行政给去掉 所以台北地检署在今天 下午五点下班前 就把这个抗告 直接送到台北地方法院 转成高等法院以后 进行裁定 那么我相信 除了这个本来的 这个相关的证据之外 你知道柯文哲 有一个东西 事实上我觉得 也会在北检的抗告状里面 是什么 是他在昨天清晨 那么柯文哲 3点45分 走出台北地检署的台话 他里面有特别讲 我是到今天 今年的3月4月 那么民进党的那个议员 开始闹炒作了这个话题了以后 我才赫然知道 金华城的容积率是840% 你说谎 你说谎 甚至于在串购 为什么 如果我是台北地检署的 这个简单官 因为马上把你本来 什么都知道 全部都丢出来 你看今天不是 马上兵靠劲了吗 对 今天整个民众党 全部兵靠劲了嘛 有两个翻译机器的 马上跳出来了嘛 一个吴宜轩 一个黄珊珊 马上跳出来 翻译阿伯的 他今年3 4月的时候呢 才知道金华城的840% 我问你他为什么要翻译 他想说阿伯当然知道了 阿伯叫的是他没有介入啦 我问你他为什么要翻译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 被攻击之后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我 等于说看法没有错的话呢 今天抗告状 北检抗告状 也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说谎 我们的这个朱姓法官呢 他相信阿伯的说法 就是说 我很专业 重视专业 所以我是市长 交给这个副市长 所率领的这些 都市 都省会的委员 那他们用他们的专业去负责 我也没办法介入 你忘了这些 都省会的相关资料 都是直播 你市长都看得到 然后呢 事实上呢 你还有这个人 用各项的方法 在这几年里面呢 那么给予金华城的方便 所以这些东西 既有说谎 又是篡证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你全部都知道 可是你说不知道 你以为说不知道就可以过 那我跟你讲 全国的黑道大哥 这些开箱的情况 全部都已经 全部都已经可以回家吃自己 都不用关了嘛 所以彭震生今天讲他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彭震生心里想 柯文哲 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可以回家无保 我 我 这样搞了半天对不对 我自己一毛钱也没拿 他今天是这样说的嘛 一毛钱也没拿 然后呢 我也什么话该说的 我才认为他有说 那为什么是我的 积压境界 为什么他可以回家 那我也要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他的专业也不是这个 所谓的都庚啊 对 彭震生专业也不是都庚啊 问题就来了请问一下你柯文哲的专业是什么 医生啊 但是你选上的台北市长 什么台北市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管啊 你难道可以说 我是专业是叶克摩 啊所以呢 那个最后一个张 我也在糊里糊涂 稀里哗啦 四上一五七的情况之下 那天刚好 那个头有点晕就棒就盖下去了 你去讲这些稍微有这个所谓经验法则 社会经验的法官都不会相信嘛 所以呢 现在 现在按把这个相关的抗告状 台北地区抗告状 送到高等法院去 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从地方法院呢 历练了十几年 办过很多案件以后才升官到高等法院来的 对 所以他们看过很多的案子 也听过很多被告 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辩词 所以他们知道被告会怎么样 说谎或是这个狡辩嘛 所以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花回地方法院去更财 就是这样子嘛 那花回更财了以后 不好意思啊 就进入第二回合了 因为如果直接驳回的话呢 台北地区署这个案子可以不要办了 如果直接高等法院说 没有地方法院的裁定 让柯文哲吳宝交回呢 没有吳宝请回没有问题 那地区署根本就不用再办案了嘛 因为你的东西就连这个高等法院 你都认为过不了关嘛 地医院高院都过不了关 你还拜个 当问题是 因为这个案子知识体大 事实上昨天在节目中已经讲了 因为呢 地医院法院驳回这个有关于 这个凯文哲的这个生押的申请啊 它里面的理由 很多的理由 跟收押彭震生是一样的 哪有一样的理由 今天我是彭震生我也不服气啊 一样的理由 我说压他回家 回家还可以到处这样子逛 到处可以哔哩巴拉的 还可以吹冷气 没有这个意思嘛 今天那么台北地区 为什么特别到台北看守所 去把三个在压中的嫌犯呢 一一再询问笔录 我相信 那么里面 当然除了可能会 这个系统里面有人做污点证人之外 那么我相信 他们在这些激政里面呢 也一定整理出更多的东西 要询问这些当事人 好 准备 你说现在好戏才刚要登场 你说今天 你最注意的是彭震生 彭震生今天一推二五六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柯温泽一样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是多次计划的专业 我根本不懂容经理 我为什么都 都是邵佩秀了 到邵秀佩了 邵修佩 那四点都是他弄的啦 计划都是他弄的 跟我一点都关系没有 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微妙 这是推倒骨牌的那个力量 因为骨牌正在倾倒 因为当彭震生讲这些话的时候 整个都委会都炸锅了 如果大家接受这个状况的话 那不是邵修佩 是整个都委会 整个都发局都要被端掉了 是啊 昨天柯文哲走出北柬 在北院 就是让他发回 这个让他吴宝请回之后 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我今年三四月才知道840 然后北院的法官写什么 说因为柯文哲不具专业 然后没有参加都委会 所以很难证实他涉嫌重大 好 那我问你 谁有专业 谁有美厂会就不去开 邵修佩啊 都发局的同仁啊 所以都发局全部都炸锅了嘛 大家都知道 如果柯文哲 不是柯文哲2020年3月 接到金华城的陈情书 交给都发局 都发局专签给柯文哲 柯文哲只是专签 决行 把金华城的案子 重新送到都委会去讨论 我告诉你 根本没有20%龙奖啦 对 现在金华城就是560 560就是560 没有其他的空间 就是你柯文哲专签 要求人家重新研绎 结果你现在要被究责了 出来之后说 我不是专业 我没有参加都委会的会议 所以不要压我 不要处罚我 结果法官接受了 所有人都把炸锅了 你都没有专业 专业都是我们 而且你知道吗 彭震生不是今天跟审 要准备跟审的时候 跟律师讲这个理由而已 彭震生在上个礼拜 到议会接受调查 小组调查的时候 其实他在会议上面就有讲 我不知道啦 我做工业人呐 我是公务局局长呐 我是土木专业 这个都市计划 我都不知道啦 都是委员决定的啦 都是都发局这些专业的 公务人员决定的啦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当天 彭震生讲完这个话的时候 都发局就有同仁 跑来我办公室跟我讲说 他很生气啊 什么叫做他们都不专业 不就是我们专业 所以那时候彭震生 已经跟律师 其实就有演理出这样子的讲法 就是跟柯文哲一样的讲法 对 跟柯文哲一模一样的讲傻 可是为什么柯文哲的讲法 被法官接受了 彭震生的讲法 法官却不接受了 你不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吗 差别只差在一个地方嘛 就是彭震生有参加会议嘛 所以他就有每一场都参加 所以他每一场都知道 所以你涉嫌重大 那接下来的 就是刚刚大家讲的 会不会咬成一团 会嘛 邵秀佩一定讲说 如果不是你把他交办到都发局 我根本不用去担任什么主席 帮忙找专家学者来 方清华城开会 所以你说 现在的第一阶段是 彭震生跟邵秀佩两个要去互咬 互咬以后要告诉我说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今天咬不到邵秀佩 那这个是彭震生呆 彭震生呆了以后 就要他只有一个选择 他要不要咬柯文哲了 是 而且我告诉你 都委会的这些 都发局现在的同仁 大家现在在家里找什么 找USB啊 2020年到2021年 在审查金华城这个会议的时候 大家开会的时候 跟市长 副市长开会的时候 有没有录音 有没有留下记录 这些东西都要找出来保身啊 所以我认为包含邵秀佩 包含所有都发局所有的同仁 其实都应该做这些事情 都在自保了 对啊 因为柯文哲 明明是柯文哲指示 才有这个机会 结果现在柯文哲说什么 说他都不知道 每一个盖章的人都要负责 只有他自己不用负责 只有他没事 你听得下去吗 都发局的同仁 全部都没有办法接受嘛 因为在2018年以前 金华城就不会有这个隆基 就是你柯文哲核定的嘛 所以邵秀佩会不会反弹 会 所以今天黄珊珊出来怎么讲 说黄珊珊今天 明明不是柯文哲 帮柯文哲还靠近耶 柯文哲说他 不知道840 是今年三四月才知道的 他之前都不知道 黄珊珊今天出来讲说 没有啦 他不是说他都不知道 他只是说他没有参与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要跟邵秀佩呼呼啦 说我不是要把责任都推给你 他现在安抚少秀佩 你不要把录音带交出来 你不要把录音党交出来 我告诉你 他就是在安抚所有的都发局同仁 希望都发局的同仁 不要把这些证据全部拿出来嘛 可是你知道吗 柯文哲虽然一边嘴巴在安抚少秀佩 说有盖章的人都要负责 但是他还是讲他自己是今年 三四月才知道840%的 但是事实吗 当然不是啊 监察院什么时候纠正台北市政府 今年一月啊 柯文哲在选市长的时候 就跟你说 你多给的那20%的隆积奖励 就是自创的 就是创新 就是你柯文哲违法违规的 所以你还要再卸责吗 另外 今天他们讲啊 后来的唐社支持是说 柯文哲只有盖一个章而已啦 他没有盖太多章 新华城的案子不是他负责的 他只有盖一个章 所以只付一个责任而已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 2020年4月6号 金华城陈情案 都发局送了一个专签给市长 问市长说 金华城这个案 是不是要重新送到都委会 去进行研议讨论 这边 柯文哲清签 柯文哲盖章 我相信这已经讨论过太多次了 大家看这个公文也看过太多次 另外有一个公文 这一份公文 柯文哲就不只盖一个章哦 2020年10月27号 金华城公审公展的这个案子 这个柯文哲总共盖了六个章 一个章 两个章 三个章 四个章 五个章 六个章 六个章 都是他自己盖的 都是他自己盖的 谢谢大家等我 因为盖六个章 连翻都要翻这么久 柯文哲这么急的人 居然可以耐着性子 帮金华城的公告 盖六个章 签六次的日期 你就知道金华城这个案子 对柯文哲来讲 有多特别 那套句柯文哲的话 你自己盖章 你就要看过 你就要负责 现在为什么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下面的人 甚至说自己不是专业 不用负责 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接受 最后补充一点 过去大湾北段 要去变更那个土地的使用 搅带机那件事情 柯文哲还杠上了 这个中央的内政部 有没有 柯文哲有没有很专业 有专业 呛中央内政部说 不核准大湾北段这件事情 就是在卡科 他有没有专业 他超专业的 还骂内政部都委会的委员 你那时候那么专业 现在金华城要被究责 为什么往下推 我告诉所有都发局的同仁 回去好好查查你们的USB 拿出来保身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同村9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